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密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 多小事 我们在周期的《牛TV加热台》 推出的《丽写福建栏》 反应热烈 在网上有15万人次的点击率 15万人看我怎么接触 我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机器 走 走 走 请住 请公愿 走 不会 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 《牛TV加热台》 决定推出《丽写福建栏》 二组 好 真棒 还有什么可以介绍吗 这次我们没有在新加坡 我们可以在哪里所在 马来西亚 台湾 还有福建 好 我有给她护照 真的要来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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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卖图了 嘿嘿嘿 哎呦 这是什么歌 福建歌 这是什么 song 福建 song 一滴三四 狼狼狼 你是什么狼 我是福建狼 福建不可以输了 福建文化转世界 你敢没有了解 中国台湾东南亚 都有福建存在 福建除了美食多 我相信文化更多 这次老福建又要啰哩啰 是个少年狄 若要多点了解 必须让我带你走入福建狼的时代 老福建 不要再说多 我一起准备 伯伯 要来给人家 少年狄 不要再想做多 让我老福建 带你一起飞 一 二 三 四 你是福建狼 第二系列的 你是福建狼吗 将随着两位主持人 走出新加坡 到海外去寻找 跟福建狼有关的 林林总总 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你章菜啊 你哪里可以错过呢 所以请各位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走 第一站 就是离新敲破不远的马六甲 马六甲是一座古城 古迹处处可见 在这里 陈建兵和黄敬伦 可以找到 福建仙辈 最古老最古老的行业 也可以成到福建狼 最道地最道地的口味 还有 土生华人过年过节的欢庆习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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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佛爷 驾车 好 好 今天我来到 这道 八六甲 要买什么 不是 这道叫八六甲 你不是 六甲吗 六甲 我没有 五甲可以吗 五甲不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不叫八六甲 八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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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甲不是八六甲 八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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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的口音 不要骗我 八是八吗 不 你不可以这样读的 新骑八八 叫八 八 八最 叫八 八六甲 八六甲 我们开头重做好不好 我讲错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我们再坐车 到处去游玩一下 好 走 来 马六甲 位于马来半岛 和苏门达那之间的航道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早在十五世纪的航海时代 世界各地的人 就坐船来到这里 形成一个国际城市 其中就包括了中国银海一带的 哈 天朗 停 车 车车 车车 快 来这边干什么 我知道 吊河 吊在头 吊河 我带你来的时候 我要一个神秘嘉宾 来跟我们鸡鸡鸡鸡 但是 他会跟我们介绍 福建人在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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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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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马六甲 你想知道什么问题 问赖老师就知道 你问 好 那我们要问这个 实际一点 老师 不要讲实际 你已经过来回了 你有什么问题吗 喂 不是问这个 帮你问个 不 开玩笑 赖老师 请问一下 第一个福建人 登陆马六甲的是谁吗 第一个登陆马六甲的福建人 对 我不知道 还没有做到这样的记录 不过我知道 在马六甲最出名的福建人 是谁 谁 什么人 你也很懂的 应该 谁 陈金森 陈金森 差点就讲陈金森 不是 那那个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 搞不好 不可能 你的年纪也不小 不可能阿公的阿公 阿公的阿公 阿公的阿公 阿公 所以陈金森是这里的 著名的一个福建人 那当时那些福建人来到马六甲 是在哪一个港口上岸的 在那个时候 港口基本上就在这里 要上岸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里 因为碎关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好给人抵达马六甲的年代久远 细节已经无法考证 是累了 不过当年繁忙的港口 上下货物的遗迹还在河边 陈金森当年就靠航运和贸易 成为新马地区的首富 你看看 横跨马六甲市区的这座桥 就是陈金森所建的 这座就是陈金森桥 对 上面写着 陈金森 其实这个桥不是原来的陈金森桥 这个是日本军退走的时候 把旧的原来的桥炸掉 然后英国人再回来的时候 又重建了 这个是陈金森 陈金森是福建永春人 他的祖父陈陈柳 在乾隆年间就来到马六甲开荒 成功之后回到Hokken 召集大批同乡到马六甲工作 陈金森的家族 对现代马六甲的建设鞠躬至尾 市中心处处留下和他有关的遗迹 你看看 这座地标红彤彤的钟楼 就是他的儿子陈鸣水建的 对马六甲居民的生活影响巨大了 对 那个时候他们的报章 有出现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在钟楼敲响的那一个早上 第一次全马六甲的人一起起床 不用靠公鸡了 真的 不用靠那个打羹了 对 打羹老 在之前大概是打羹的 从街头打到街尾的时候 所以起床的时间不一样 对 街头的人先起 街尾还在睡 接尾还在睡 然后打羹人一定很恨那个陈鸣水 他失业的 不敢走 还有钟楼 时代要进步 对 陈金生不但是成功的商人 也是一位慈善家 他所创办的商行封兴浩 遗迹仍然在河边 就是这个地方 据说当年他每天都来这里 分派救济品给穷人 当然不但那些福建人 什么人都可以来领取救济品 非常谢谢赖老师 告诉我们这么多事情 谢谢 真的所谓 《与君一席谈圣读十年书》 来 福建换一下 《与君一席谈圣读十年书》 对吗 听有 听有就好了 听有就好了 听有是你的福气 谢谢 听没人家没事 来 老师再见了 再见 再见 赖老师说得很清楚 我们多少对脖子有了解 对啊 说得很久不见 整个腓子有哈 在这两个地下 真的知道哪里有很多 什么东西的吗 不 我打开申请你 去家里 马六甲不但古迹多 还是一个美食天堂 特别是在老街地区 他们卖的大部分都是传统美食 所以要找Hokken郎的传统美食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果然 很快的两位主持人 就找到了这家传统的 肉鸡汤的店 据说我已经传了四代人了 这家店已经炊掉了 这家店 对 半堆鸡 肉鸡汤就是这家了 肉鸡 没有吃过 肉鸡就香了 老板呢 老板 老鸡呢 哇 这个就是老板了 为什么你知道这些是老鸡 因为它有鸡嘛 有鸡就是老鸡 有鸡 有鸡子就是 人家不可以老鸡 老鸡就是老鸡 那我要留钱 老鸡呢 你好 你好 好减多路 鸡村 鸡村 鸣村 人村人 鸣村 越温越快乐 所以这边很多都是泳村人 对啊 福建人比较多 对 这里巴菇喷是不是 福建泳村人的特色 对啦 对啦 从那边传过来 从那边 就是你如果坐从那边带过来 带过来 没有改过 只有猪肉没有带过来 没问题 猪肉用这边 其实 永春泉和永春 没什么关系啦 不过 肉鸡汤 却真的是 永春的独门秘方 这种以药材和蒜头 熬炼的汤底 口味独特 潘老板最近到永春旅游 发现当地的肉鸡汤 和爷爷教他做的 哇 口味是 同样的同样哦 可以传给别人吗 我可以学吗 你啊 有秘方吗 不不给 我要去唱歌了 找你解 跟他交换 你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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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别人不可以 因为你吃饭 别人吃饭 这头鸡又变好吐 说一句吐三句 你吃饭 可以给你吃饭吗 来来来 你给我去主持节目 我来来 我是新年马来西亚 我是新年香港 牛豆花不不够来 哇 哇 他怎么知道香港没有播这个 哈哈 好 给我的人半斗腰了 半斗腰了 半斗腰了 好啊 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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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不是啦 我来变我 永春的朋友在里面 永春会馆 永春会馆的朋友 做得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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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冰大哥 你知道吗 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吃的这位 是个大人物 哇 来头不想 她是马六甲 永春会馆的 副女主副主席 林丽娟小姐 哇 你怎样来了不 就是了 我们再来一位 我就是啦 我就是林丽娟 你就是林丽娟 是啦 怎么证明你就是她 看这个 永春白鹤钱 对 对 永春白鹤钱 赫赫有名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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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就是我们林丽娟的 烤鸡肉汤 在这里 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猪的不同部位 特别腌制而香滑的猪肉 再配上一碗芋头饭 哇 就更美味可口 林丽娟 这一碗芋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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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春人先前 早期到晚就吃了 多数从事种植物业 所谓的香蕉 那么往后都从事商业 永春人在这里历史那么久 我们想多了解一点 多了解 我们永春人在这里历史上 永春人在这里历史上 再吃了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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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碗芋头饭 这一碗芋头饭 是我们的人生 心火相传 对 哇 好 英春会馆 200年的历史 200多了 马六甲的永春会馆成立于1800年 是马六甲最早的 何建兰的会馆 当年的同乡们组成会馆 不单单是为了联络感情 照顾同乡 也是由此流落异象的临时宿舍 更富起了办理族群的教育 慈善和宗教等等重任 这就是我们的华祖公 华祖公圣军 我们的华祖公圣军 华公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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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公圣军的民间信仰 一般上都供奉大家熟悉的妈祖 以及华公圣军 传说张公是南宋时代的英雄人物 有一次和敌人作战 被烟熏成黑脸 他法力高强 后来销炼成仙 但还是留着一张黑脸 随着年轻一代 借着离开老街搬到新的地区 老会馆现在人潮不多 但是文物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好 很厉害 有很多人 对 青菜丢一个猪头 都会打到一个 丢一个猪头 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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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华 一定也是 阿华 你是不是猪头 是 我也是猪头 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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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灌崖甲 做鳩馅 猪头 因為潇洋人 belong gli ho 紫綿的人 想要來做什麼 我啦 你今天抓到什麼魚 十八左右 你抓啊 我們來去吃啦 搶人吃啦 要安鯊吃啦 安鯊吃就安鯊吃啦 親愛路啦 好 時間不早要回家 回家就走 好 你好 你大鯊兩個人在那麼靠近 笑 明明都在看 這條龜是什麼 這是龜 中龜 這是我們的福建区關 我們有九大香團 我們帶人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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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開車 開車啦 快 滑啊 快 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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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滑啊 是 人家吃這條龜 這麼老烈 很熱鬧 這條龜就叫 龜 中龜 哦 這條就是雞長節 我們才叫做龜 中龜 因為龜 中龜 早上騎到馬拉卡 這附近的老粥的人 人家叫做龜 中龜 我還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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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走街 去街上走的意思 那種龜 龜的名字的由來 來自這個福建化 哦 我以為是賣雞飯 賣很多雞 我還以為這條街 很多雞跑來跑去 不是 真老烈 好 來給頭巾看看 賢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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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六甲老街主要有三條平行的街道 除了機場街 還有荷蘭街和甲板街 荷蘭街原名叫陳真路街 是富貴人家的聚居地 有許多美倫美奂的住宅 現在大部分已經改建成展覽館和小型酒店 機場街又俗稱會館街 來自各地各鄉的華人所辦的會館 都在這條街上排排坐 賢尾街是當年的商業區 有許多各行各業的店家 非常熱鬧 不過現在大部分已經忍去樓空 老街附近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古蹟 那就是青雲亭 到了 下車 阿花 青雲亭搞了 落車 你很大聲 我聽了有了 拍攝到我 拜拜 青雲亭相傳在16世紀已經存在 是馬來半島最早的華人廟宇 這裡是早期華人移民的活動中心 多年來經過多次的整修 建築風格非常傳統 格局從來沒有改變 裝飾精美 被聯合國文教組織 列為受保護的文化遺產 它的建築材料和工匠 能為何見拿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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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李 您是否是博健郎 博健 你看他整地是博健 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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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廟宇也留下許多紀念仙輩的石碑 可以看出仙輩們的豐功偉績 很清楚 石碑 這就是我們的 旅圍金 加必當旅圍金 加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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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必當的另外一種 哇哩哩 你這個腰貴的競輪 原來當年在葡萄牙和荷蘭人統治期間 要管理不同種族的移民非常困難 於是便把每個民族分開來 委任華人首領管理華人 這些首領稱為加必當 就是加坡丹的意思 明白嗎 這個總統有什麼工作 他有辦公室嗎 因為總統就是官人等人 因為荷蘭人的位置要幫他們等人 哦 所以他做頭 他做頭來官人等人 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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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等人等一位助理 什麼事情都要找一位 可以改革就找一位 找一位 這樣他是總統還是叫報告料就對了 對 古早總統是不是好見人 是 好見人 這是理工籍 這個名字是圍巾 你… 一將就了 好見 兩個名字 所以一個是藝名 好 不是 古代的讀書人不但名號特別多 而且能者多勞身接樹脂 早期的華人假帝丹 往往也是廟宇委託的管理人 因此廟宇也成了華人假帝丹的 臨時辦公室 當年的青雲亭不單單是廟宇 也是華人社會的行政中心 廟宇的後院也等於是華人的法院 警察局 學校和政府大樓 根據悲文記載 第一任華人假帝丹 正方楊 第二任李方忌 都是好見人 所以說馬六甲的建設 是許多民族的共同努力 但是好見人在領導方面的貢獻 功不可沒 好 適合鍵人 預算來 對 橡膠圓 Хあなた 會不會有老虎 老虎是没了 蚊子有很多 没有老虎 早讲 那个树枝很重的 很久 这么早已经很累了 你没有疼过吗 睡得对了 好给吃薄药 吃薄药 要累了 睡爸爸 眠累了 我去睡了 回来 你早睡 睡到今天还不够 你会睡死了 会越睡越累的吗 小孩就会比较烂 对吗 你知道吗 这挂糠米是你的最后一条路 你看 你台湾混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回来马拉加挂糠米 度过你的余生 这鸣蛋 我就是混不下去 才会跟你搭档合作 如果混得下去 我旁边是吴中仙跟胡瓜 怎么了 有 才讲你几句就小中风 我求你 你的蛋 不要跟我说 原来种植橡胶树 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有收成 早期没有人愿意冒险 只有欧建人 陈其贤 敢大胆地尝试 在1896年从新加坡取得橡胶树的座苗 在马六甲周围的五级林当 和五级亚沙汉开发橡胶园 橡胶才解决成为马来半岛的经济支柱 因此 早期的橡胶园的老家 大部分都是欧建人 而鸽礁的工人也多数是欧建老乡 对 阿姨 早期的 早期来烧 你几点起来挂像你 七点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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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挂 以前还没有比较小 我们来就挂了 几点挂了 你明明不弱 小豆浓 你知道吗 不够织 因为肯 harmon 没有肯喔 什么cap 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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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椒有一定的技术 处理得当 每棵橡胶树 可以生产胶织30年不间断 为了收集一杯杯的橡胶织 割椒工人除了得大清早摸黑起床 不怕日晒雨林 还要忍受蚊虫叮咬 Q狼 为了防止蚊虫 割椒工人都有他们的秘密武器 你应该看 这个蚊蚁真的是很有脑筋 对 如果现在拿为食一碗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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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了 刚刚在叮的 叮掉了 这可以棒 好美吗 你放在这边 你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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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烧的 有点烧的 红烧猪肉 有风格吗 风格吗 漂亮 漂亮 好 这准我给他比赛 是人家刮一张 好 你来做评判好吗 好 我心里要刮得最好 最漂亮 好 好 你吃东西 你收蚊肉 你像建国一带 不可以用手 好简单 静魂小弟 虽然动作是蚊子索索 而建兵大哥动作虽然是干脆利落 不过老太太说 割橡胶关键不在速度 而是力度 刀切入树皮 深浅必须拿捏得很准 太浅就没有胶脂 太深又会上到树干 你看 两个天边 这样又掛下去 手就没了 胶脂就完蛋了 什么人比较好 你的动手 什么人比较好 我看是三马虎 三马虎 打成平手 好 谢谢评判 好 感谢 今天你帮你帮着刮烧蜜 毕生难忘 这堆火宝才当了半天的 鸽椒工人就把你干绑 哎哟 老板 喂 你好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蚊子 就是刮好的烧蜜 刮好的烧蜜 这样就拿来一道钱 钱了 来 先看看 来 刮个手 来 刮个手 来 年轻人 年轻人 哎呀 这钱 来 来 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这不够 三十九广 从来不知道割好的橡胶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原来胶脂的水分蒸发之后 就会凝固成一颗颗的橡胶 各家工人把他们收集起来 按重量卖给中间商人 再进行体炼 真的要深力其境才能体会到 黑眼仙辈们开辟南洋的辛劳 今天来这个橡胶 你才了解说古拜 帮橡胶的 是用这种 陶瓷做的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钢骨 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吸取 收取那个塑胶 你知道钢骨是如何做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要知道的话 我们现在去换衣服 我带你去坂底街 你就了解了 好 行 对了 就是这条鸡 我们要去找那个苏老板 苏老板 不是 苏 苏老板 苏老板 听到小香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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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板 你好 你好 欢迎 会长 你好 你好 他是五金工会会长 老板 你是乎客人吗 是 我是乎客人 转酒 金刚 你是乎客人吗 我乎客人 是 你还能够出现 这条鸡店是 老板 老板 是乎客人做的吗 我可以说 我阿公 那一集是你说 我阿公 是很厉害的 你才能够 好 好 我阿公就说 那是乎客人做的 是乎客人做的 我叫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叫我金 金 鸢 鸚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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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鸡 鸡鸡鸡鸡鸡 是什么 金鸢鸡鸡鸡 对 对 金鸢鸡鸡鸡 对 有人说什么叫小鸡鸡 小鸡鸡 小鸡鸡 就是鸡鸡鸡的别类 小鸡鸡也就是我们的工具 你看 我们的工具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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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鸡鸡 对 这些 我们去掘鸡鸡 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小鸡鸡 这个应该是小鸡鸡 这个阿代足够的 这个我们在这些 看到阿代足够的 能量 看到扁鹏鸡鸡 看到鹏鸡鸡鸡 我们也将它 驾他 来 我也要 过来 苏老板 带着巅鸣鸡鸡鸡 参观了当地传统的五金店 早期马六甲的五金店 大部分是鹏鸡鸡鸡鸡鸡 除了售卖各种工业用品和材料 当年什么工具 都是五金店 这是我们所提供的 刚刚好 你们两个去看看好吗 我能做吗 你们做 我来看你们要做 我两个比赛 比赛要做 一 二 三 开始 来 转起来 好 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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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条不好 好 好 热 你没有吃饭了 完成 好 完成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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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长了 好 好 比赛更香 应该是比赛更香 你看 比赛更香 你看 比赛更香 差很多 为什么是 为什么是 他比赛更香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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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再见 拜拜 反正来不喝咖啡 好 好 你赢了 你赢了 这个eschön 我赢了 我赢了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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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这什么东西 这是太多东西 这个东西 的东西 有点 没有 这叫植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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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看 这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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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芭 土生华人 对 她也是客户人 我带你来这间芭芭的博物馆参观 好 你好 你好 你这是Vivienne Vivienne 你们好 你是博物馆的负责人 对 你是客户人 对 我是客户人 我是客户人 庄州 江州 这个就是祖先厅 祖先厅 对 就是以前他们拜祖先的地方 早期移民由于离乡背景 无法回乡成亲 很多就和当地女子结婚 她们的后代被称为土生华人 男的叫爸爸 女的叫妞妞 客官 上楼了 来 请 马六甲是爸爸和妞妞的发源地 很多到现在还聚居在这里 这些土生华人大部分 都是欧坚郎的后代 仍然保留大量欧坚郎的风俗习惯 尤其是婚嫁等仪式 都是一脉相传 真的吗 这样你知不知道我们福建人 结婚的时候有一队的公母鸡 是拿来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来 请客人 一定要吃公鸡 没有 母鸡吃鸡蛋 我知道 有人动房 动房之夜 给你刚才带上去 起来了 那母鸡不会叫 母鸡不会叫 这样吗 母鸡 这叫象征它可以生 母鸡生蛋 对不对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福建人 他们有一堆公鸡跟母鸡 他们叫做 刷鸡 刷鸡 对 你怎么不刷鸡 以前没有地图吗 什么意思 这个都难道我了 但是我知道在爸爸母鸡 他们也有用这公鸡跟母鸡 但是它跟我们福建的 就一样的就是 公鸡跟母鸡在他们动房之夜那一天 他们会放一个篮子 放在那个新人的床底下 第二天就会打开那个笼子 看哪里这鸡先跑出来 如果公鸡先跑出来 第一 要先打破 对 那是母鸡先跑出来 小鸡 两架可以接出来 双包鸡 两架卖出来 没有小鸡 很快要先带爸爸的包 没有 开玩笑 他们怎样都会把它弄出来的那一种 没有 这是水面的吗 金座的 单薄金 所以这个以后不要做的时候 在这边洗手 金盆洗手 包的东西很软 这是什么 日本类的就是 以前的娘人 爸爸娘人 他们不会看中文 中国来的那些故事 都有转能翻译去他们的里面 他们很大时候的漫画 这样你可以看这个 比如说他们不会看中文 那要怎么办呢 有画跟翻译在这边 都是用冯建画来翻译 他说什么 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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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塔天王李竞 对 对 是什么呢 洛杞 风火轮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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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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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古董是这样的 是这样 来 这边 这是什么 猜猜这个是做什么的 做鸡蛋 做鸡蛋 还是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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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都聘请工匠 在自己家里打造金鸣首饰 来 公子有点 金工强强棍 金光闪闪 这些被大量保存下来的首饰 渐渐手工精细 金光耀眼 把酒精被背不开了 这个 每个人都想要有的金汤匙 有了金汤匙 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那你这个样子就是咬着金汤匙出事 咬着的话 我就不用跟你搭档了 再来 你再看这个 像我们福建人 像南海那一带 很多都是瑜伽 所以螃蟹 虾跟海鲜 表示他们的丰收 这个牌就是表示他们 升官发财 就是大富大贵的意思 这个 这个 好可惜 半桃 小蟹 你的桃太多了 这个是半咖 咖 咖 对 小蟹 爸爸妞妞除了今年首饰之外 饮食方面又和鲜汤匙有什么渊源呢 为了遗探究竟 剑斌和静伦特地去拜访 马六甲最有名的妞妞糕点师傅 爸爸查理 很紧的 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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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们没钱 你们忘了今天是大年除夕吗 所以爸爸查理一家人 今天暂停营业不做生意 上午就开始忙着准备隆重的年夜饭了 爸爸查理的家庭 都能比较大 好 我是煎兵 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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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乐吗 这是阿嬷 你是 查理的母亲 查理的母亲 你是头一代 你是创办人 对 做浪亚哥 好 你今年几岁 七十岁 七十岁 哇 你漂亮 看不见阿嬷 你看 七十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真漂亮 你是学建人吗 我是学建人 爸爸英春人 英春 英春 爸爸英春学建 所以你平时是说浪亚哥吗 对 不理 是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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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 华语 爸爸和妞妞的语言 可以说是个大熔炉 混合了 阿嬷和各地语言 他们虽然不会说纯正的浪亚 但是食物和风俗习惯 都继承了浪亚的传统特色 他们从小就灌输年轻人 传统的重要 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每个家庭都要遵守 浪亚哥和妞的礼仪 一代传一代 一点也不含糊 爸爸 黑鸟 你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爸爸 有什么 中东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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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快乐的青年 意思是爸爸的 人很快乐 很快乐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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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有什么 我没有想要 跳舞吗 跳舞 我刚才告诉你 我做了 你不是要求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二次 两次 第二次 两次 三次 第二次 我可以给你吃饭 然后我给你喝一杯 爸爸是参加的 爸爸是参加的 半顿 半顿就是师哥人送 请问这个牛鸭菜和福建菜 是否有很多小香 是小香 正说我们的仁巴都是学的 福建人 什么叫仁巴 仁巴是长头、生头 要放上高比 要煮的香料会多 我是说 跳舞伦吧 没有伦伦 能够好吃 能够好习 能够好习 我能够腰了 你能够煮牛奶的东西吗 可以 我能够煮牛奶的杂菜 牛奶的杂菜 我熟了 我熟了 熟了 熟了 我熟了 熟了 好 我打包 熟了 吃了 吃了 我把牛奶熟 吃了 我们来煮杂菜 好 来 来 来 牛奶菜的特色就是 结合了乞丐美食 和马来西亚油的精华 像杂菜 无论是乞丐 而且牛奶 都是吃团圆饭 一定要有的招牌菜 这是牛奶的杂菜 牛奶的杂菜 饱性多有 牛奶菜肴的特色是香料多 以辣椒为主制作的 三巴鲜和阿桑 口味酸辣 材料方面 便宜海鲜 代替好建郎常用的肉类 配上香茅 酸干等南洋特产 一闻到香味 就令人胃口大开 是的 这就是牛奶的杂菜 什么也是会合适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什么也是会合适 真简单 什么人本来要煮 别人说更好 我让你们试试看 没试试看 我们人来比赛 看什么人煮得比较好吃 好啊 好啊 赢的人才可以吃 好 我来 输的人吃他自己煮 好 射的吧 来 开始开火 开火 不是在开呢 判到没有 没有被骗 没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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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锅子会好 我这个锅菜比较大 比较大 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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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菜的烹调手法 和华人一脉相传 但是牛奶菜除了味道 也特别注重摆设的美感 和食物的色彩 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因此做出来的娘惹菜 吃起来口感或许十分到位 可是视觉上却有落差 我的味道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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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rin 现在你凭良心 评论一下 谁的比较好 巴曼是它的比较好 因为你的比较咸 它的比较刚刚好味道 你的颜色会比较 看得好像不开胃 它都看得很开胃 当然是它拿到比较 是 它拿到比较 今天你是大年厨师 你跟爸爸人 有什么特别的勤势吗 爸爸人的勤势 是准备的 我有准备准备的菜 你只能在那里面看 真好吃 真香 有 真有菜 对 很好吃 一定要大吃一顿 好 现在我去准备准备给你 好 你去准备 你去准备 我知道 老的一定输 你看 他就欣赏你年轻 你也不要给他迷惑 我可以去 牛尼亚家庭非常注重团圆饭 每逢除夕 都要大摆宴席 烹煮一大桌的美味佳肴 晚饭之前 一家大小 都得穿上传统服装 一起祭拜祖先 随着社会现代化 许多华人家庭 已经不再重视这些礼仪 但是对途生华人来说 传统得来不易 因此他们反而懂得格外珍惜 你准备 你准备 三回行 吃的料不 我能吃豆是营的 你怎么会吃豆的 我能把爸爸和女儿 考试我一时用豆豆 来叫豆瓣酱 豆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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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就是豆瓣酱 真好吃 你多吃 好热热 阿嬷搬到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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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是厨夕夜 吃完颜饭 明天就是新年了 在这边要讲一些住客词 大家拜年 黄敬伦祝大家 恭喜发财还有洋年 牛牛 号练 什么牛牛 号练 羊羊得意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团圆饭 不过吃团圆饭之前 先跟观众拜个年好不好 来 好 来啊 羊羊得意 享受了这顿团圆饭之后 两位主持人将要续乘到 马来半岛的另一个城市 巴生 巴生也是一个靠近海岸的港口 喂 福建郎在巴生留下了什么 宝贵的文化遗产呢 文化不正在 你敢没有了解 香港 台湾 东南亚 都有浩羊存在 浩羊除了美食多 我相信文化更多 这次老浩羊又要啰哩啰 是个少年假 若要多点了解 必须让我带你转入浩羊的时代 老浩羊 准备